是2001年的9月份的时候 我父亲也被抓了 被当地的公安局送往了 河阳市的看守所 我进到那个看守所 就看到我的父亲穿着 囚服 也是衣衫蓝褴 身上还有 他的头发也被剃得 非常的不平整 一块有 一块没有 他头上 有一个很大的伤疤 然后 整个人看下非常销售 很传统的 很威严的父亲的形象 他也是很整洁的 一个人 一直以来 他的胡子都刮得很干净的 衬衣穿得平平整整 但是那个时候 他那个样子 我就情不自禁地 就哭了起来 然后我爸爸 他是一个很传统的 他竟然那一刻他都 也跟我一起哭了 他告诉我 警察指使里面的几个人 不断地殴打他的脸 头部 鼻子 在进看守所之前 还把他用手铐 靠着 吊在天花板上 就是有一个专门的 吊犯人的 悬空吊了 他被打的时候 他的头当时就破了一个很大的洞 流了很多血 然后奄奄一息的 他们就 这种情况下 把他扔到了 废弃的 铁笼里面 就像一个狗笼一样 矮矮的 小小的 扔在里面 就生死 你自己 就不管了 就直到有一个 老的警察所所长 退休了 他回来一看 他说 他说这个人的年纪 你们把他扔在这 很可能会出事的 在这样的状态下 他们才把他 带去医务室 我记得当时也是 我看了我爸爸之后 嚎啕大哭 觉得好像 所有的悲伤都聚集了 聚集起来 然后旁边的警察就说 你不用哭了 你哭什么哭呀 这有什么好哭的呀 我现在想来 我都觉得很不可理喻 我连一个 哭的权利都没有了 我的父亲被迫害成那样 我的妈妈被迫害成那样 我哭的权利都没有了 我刚说了 我对受伤таки 很清楚的 到天才她 哪拿了 在来 你不能思ordon